今天好在玩就要跟大家分享 本人已經放了很久 從日本行之後 就一直放著的那個 杯原子的玉藻球 因為很尷尬的是本人家裡沒有泡澡的地方 所以就一直放著 然後今天剛好有機會 有浴缸可以用 就拿出來分享 等一下解開後可以順便泡澡 還不錯 然後本人拆兩款 據說最好的一款 是什麼 其實我也知道 就直接打開 等一下再解 裡面打開後是這樣子 一個 剛剛一打開還以為是張腦丸 放下去好快喔 一放下去立刻怎麼解了 然後本人開的第一款 這個 誒是海龜 然後這個立刻就熔掉了 這個立刻就熔掉了 然後 泡澡池 瞬間就變一點 綿綿的那種玉藻球的感覺 然後這是第一顆 這是海龜 然後第二顆 兩顆 兩顆的香氣好像不太一樣 它是有分香氣嗎 因為另外一顆打開後 有點像熊熊草的味道 這顆 這顆是 什麼 欸 這顆是 人魚的欸 欸 我抽到人魚了 對我抽到 這好像是特別版啊 等一下喔 欸不是人魚是一般版 所以我抽到的是海龜跟人魚啊 然後現在解開給大家看裡面 打開這樣子 人魚是分成三個部分 頭的部分是另外在裝的 而且人魚還蠻好看的 這是人魚款 側面這樣轉一圈 人魚 然後 再開 海龜 Turtle款 欸 它也是分成三個部分 然後裡面並沒有蛋紙的部分 所以 可能組裝上稍微留意一下 它分成 手身體 有點像被分屍了 然後 欸 它都穿泳裝了 我現在才發現 然後組裝後海龜是另外 可以拿在手上的 像這樣 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然後是穿泳裝的 這個好像那時候售價是五百塊 日幣啊 有興趣的朋友其實在日本的量販店 應該都還有